应老挝方面紧急邀请 3月29日 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成东航包机 从云南启程 赴老挝协助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据悉 专家组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组建 云南省选派 共12人 分别来自云南省疾控中心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省中医医院 专业领域涵盖感染 重症 护理 检验 中医等 能够代表国家出征 觉得很自豪 老挝跟我们也是多年的友好邻邦 我们这次出征 一方面持缘老挝 一方面也是保家卫国 专家组主要任务是与当地医院和专家 开展经验分享与交流 介绍中国抗疫经验 结合老方防疫措施和诊疗流程 对老疫情防控 患者治疗和实验室工作提供咨询 为老医务人员和社区防控人员 提供培训和指导等 此外 专家组随行还携带了 由云南捐赠的医疗救治物资 包括全自动核酸提取仪 一万份核酸检测试剂等 一批实验室核酸检测仪器设备 试剂和耗材 一万零五百六十只医用N95口罩 六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 六千套医用防护服等医疗防护物资 及一批中西药品